司马懿建安13年 接受曹丞相征兆 为丞相府文学院 不久之后的赤壁之战 司马懿没有参与 而为午后期那些战士 建安14年战孙权于合肥 16年战马超于同冠 18年战孙权于如虚 司马懿也都没有参与 如果有 想必禁书是会大书特书一笔的 所以 问题不在于他太年轻 而且实际上 司马懿第一次被曹操征兆 17年前的事情 建安6年 司马懿23岁 这时曹操刚在关渡赢了袁绍 听说司马懿聪明 体质 司马懿称并不去 那所以不是司马懿被埋没 是他不想弄锋芒 如果他想 他本来可以在曹操 还只是个普通军阀的时候 就来到他身边 建功立业 成为魏武之名臣 可是他宅了七年没有出山 司马懿不想建功立业吗 当然不是 虽然他这时肯定没有想过要做权臣 但如果他本来有做隐士的心思 至少后来司马昭对九夕虚情假意 半推半就的时候肯定会顺嘴提一句的 何况冒着危险卧床七年 甚至狠心杀了小婢女 让正式夫人亲自下厨做饭 正常的隐士可干不出这种事来 谨书 先帝集说 帝之汉原方威 不予曲解曹氏 方玄陵们简直拿读者当猴子耍 以司马懿王狼子野心 会在乎汉原方威 如此坚沃不出 他一定是在规避着出事将会造成的某种风险 司马懿向来谨小声微 而又擅长等待 高平凌之变前 他为了麻痹曹爽等待最好的下手时机 张炳庄了两年 简安六年 对于司马懿来说 不是个好的时机 这时候出山 不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草操虽然在关渡赢了袁绍 但袁绍在河北仍然拥有极大的势力 如果不是袁潭袁西袁上熊孩子胡闹 河北没准到后来还都是袁家的 曹操此时绝不敢说自己几年之后会成为中原霸主 司马懿当然也不会这么神奇妙算到这一步 何况司马懿的老家河内 正好处在曹操和袁绍势力的交界处 司马宣王为人 从来都把堵住压在毕胜的选手身上 而此时他还看不出来谁有毕胜的把握 就算赔率会变得不那么诱人 至少不会输 另一方面 河内司马家不是传统敌士族 而是属于地方豪族 在司马懿族上三四倍左右 才跻身之世界 和各阵营中的核心文人都交集不大 河内士族的影响力 也不如寻遇中游这些尹川士族 并不是曹操人才战略的重点 也没有像尹川集团那样 和曹操阵营有什么交情 所以他一直等到了袁绍势力全灭 才果断投奔了曹操阵营 可是即使在做了曹操的属下以后 一直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死 长达十二年时间里 司马懿没有在任何大事上有任何作为 曹操时期的司马懿是积极禁言的 得隆旺术 建议屯田 劝阻迁都 他都说过话 但他并没有为此得到什么升迁机遇 他的言论 起到作用也并不多 有关前辈提到关西集团 相比于尹川集团在地位上的劣势 这是很重要一方面 前辈说过了 我就不多说 另一方面在于 曹操对司马懿抱有严重的怀疑态度 谨书 宣帝记 沈额焉 因为太子批约 司马懿非人尘也 必欲如家事 太子素语地善 美乡前佑 顾免 所以司马懿为了不让魏主怀疑自己 一直干一些琐碎的毕马温工作 比如丞相府里割草喂马的事 他都亲自过问一下 直到夺敌之争 很多人认为司马家在夺敌之争里 下血本押宝曹丕 押中了 一夜暴富 没那么简单 以司马懿关度之战后 都不肯投奔曹操 非要等七年看天下局势发展的谨慎 会选择简单的押宝一方 事实是 司马懿做太子中数子 为曹丕进城的时候 他的弟弟 后来的安平 姓王司马福 是曹植的文学院 曹植彻底失事后 司马懿升为曹操的君司马 而他不久就向曹丕推荐司马福 去做太子中数子 中国历史上能在锦细这一点上 胜过司马懿的 恐怕没有几个 此前的司马懿 升迁确实不够快 他在曹丕那里投机成功 升为君司马的时候 39岁 这个职位原来是巡谕做过的 巡谕拿到这个观影的时候 才29岁 可是后面就不一样了 草批上位 凭之前多年朋友交情 司马懿应该是终于能混出个名趟了吧 魏文帝即位 封和金亭侯 转城向常使 请之 转都君 御史中成 封安国乡侯 皇初二年 司马懿就做到了上书又蒲舍 五年 假节 家几时中 陆上书是 魏文帝年间 司马懿屡屡升迁 可是他就并没有什么耀眼的工业 皇初年间 司马懿平不清云 靠得多事 作为曹丕 就不倾心的勤奋 不然为何 金书竟不写其声千钱的功绩 与金书对太和年间 司马懿每次出谋划策领兵征战 都细加刻画不同 皇初年间的记载 全都是一笔带过 这几年 司马懿真的毛都没做 确实 他没有兵权 可是没有兵权 总可以帮着曹丕出谋划策 提出些内政外交方针政策吧 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用不着 司马懿最终的目的是权力 帝国不至于在曹丕这里崩溃 那么就不需要他挺身而出为国出力 反正 他要升迁 作为曹丕手下的老红人 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 曹丕绝不是什么民主 在后宫 赐死真鸡 对九臣 欲杀曹红 对外国 加孙权九席 能做出这些荒唐式的君主 并不值得信任 所以我们看皇珠年间那些真正出谋划策的臣子 如刘业 蒋记 反而大多没有得到曹丕的认可 要是以天下为己任屡屡敬言 没准都说了一句错话 以后皇上就不喜欢他了呢 这种傻事 老谋深算的司马轩王是不会做的 他又算对了 曹丕死时 指定的三位顾名大臣 是曹真 陈群司马懿 按曹丕的想法 曹真是宗室军人 陈群司马懿是亲信文官 相互制衡 权力结构稳固 可是曹丕又一次失算了 如前辈所言 宗室掌控兵权的体制 毕竟本身存在漏洞 司马懿迅速取得了兵权 签票起将军 加渡金 于尔周朱军事 并且迅速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 展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 我们最熟悉的那个司马懿 直到这时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太和四年 司马懿前大将军 成为帝国之内 仅次于大司马曹真的第二将军 一年后 曹真死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 司马懿开始打起了大权独揽的主意 之前的他 或许没有过统设天下的意思 他想要升官 但大概自己也没想过 到底能升到什么程度 而现在 他忽然间看到了权力顶峰上放射出来的一星光芒 为冥帝脱骨之后 司马懿已是四朝老臣 小曹爽肤浅的权谋 相比于他经历过的六十年风雨来说 已经可说不值一提了 当年那些他需要养食的重臣一个个死去 甚至世上已经不剩下几个人 能和他平起平坐 此时能阻止他的 只有一直眷顾于他的天命了 他的野心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 到此时 已经不可收拾 但更重要的是 他的性格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后面最著名的高平灵之变 只不过是他一生政治艺术的一个高度概括罢了 其实司马轩王的城府 早在他23岁那年 就已经深不见底了